這個部分如果要用CHARGB來做的話 當然第一個重點就是你的目的 OK 幫我產生出你的分析表 第二個的話就是跟他講一下那個資料的結構 你這個資料的內容是這個 然後結構有五個欄位分別是這個 那其中因為我要分析是民國年 那其中日期跟他講一下 日期是長這樣 那我試過 我本來會以為說 CHARGB因為他是美國那邊設計 他不太懂是民國年 不過後來發現他是懂的 OK 所以我跟他講說 請你幫我分析民國年發生的數量 那這樣子把這個結果丟給他 讓他跑跑看 那你會發現哇 他現在更厲害 一次給你兩個 還問你說要哪一個比較好之類的 反正這個時候你會 那你怎麼知道他到底有沒有了解你的意思 其實你看回應大概就知道了 如果回應呢 假如說他有點雞同鴨講的話 那表示他不懂 可是如果說他回答了 好像基本上有抓到我的重點的話 那表示應該是OK的 我看一下 他說什麼 協助您分析這個 應該知道這個資料 深層 然後針對什麼 發生日期的民國年 表示他知道這個民國 進行統計 可以按照這樣的步驟 OK 所以他大概底下描述 有沒有 有沒有 新增民國年欄位 有沒有 給公式 這不是剛剛我們做嗎 沒錯 只是說我叫年 我懶得叫民國年 我叫年就好了 OK 那指的就是民國年 然後深層樞紐分析表 不過他沒有辦法做一個動畫給你看 其實理論上應該要做個動畫 然後直接操作一次給你 但他沒有 他只能夠描述的 但描述的過程其實都一樣 有沒有 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在創建的樞紐分析表 視窗有沒有 按確定之後的話 然後就是做這些事情 然後做一些格式化 OK 然後說可以自動 他說還可以用VBA 那他還問你說 哪個你比較喜歡 是比較喜歡這個 還是比較喜歡這個 我大概哪一個比較好 好像這個比較好一點 我比較喜歡這個 這樣子 但是 不過他還是有個缺點 真的就是不如我做一次給你看 不然有這種東西 看完之後 這什麼 很多還要再想一下 所以如果具體化的 就是我剛剛做的動作 所以你不如 當然Challibee 我是覺得已經很OK了 至少會比你自己去找的書來看 會簡單非常多 不然的話你自己去找那個 Sale有關係的分析表的書 你跟看半天說 看完之後算了投降了 其實也很難嘛 其實真的不難 它的原理原則很簡單 你如果要書紐分析表 你就先產生一個 那個問題的對應欄位 如果沒有你就產生就對了 然後你說我可不可以用接近的 不行發生日期 你說是用日期就是不行 OK 你不要一直 我是覺得很多人很奇怪 到底你是用電腦還是電腦用你 但是你用電腦 所以你要Follow 你要配合它 不是它來配合你 為什麼 它不可能配合你的啦 為什麼 因為它怎麼可能 它規則都制定在那邊 所以我是覺得你要把電腦學好 應該是學會如何怎麼 Follow它的規則就好了 前往規則是固定的 有點像是不能改變的 你就是照著它 除非說你自己寫程式啦 你是可以去 用你的方式去修改規則 但前提如果不是的話 那你就是把規則記熟吧 OK大概這樣 所以你就是增加一個年 然後就產生我們需要的結果 OK 好 那大概你大概也可以用Charlie Video 我剛剛補充一下 不過我是覺得結果是可以用 但是還沒到一百分 之後會不會再進步 以後直接機器人就幫你做 有沒有 會不會它直接說 請你把你的滑鼠鍵盤交給我 我做一次給你看 當然我是覺得還有一段距離啦 好 所以目前說真的要完全取代 老師的工作應該還很難 所以這部分我還是有存在的價值 OK 所以其實人家說很多工作 可能會被取代 我是覺得還是有一段距離 好 那最後的話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剛剛產生的這個 歷年的切到折線圖畫出來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做完之後 接下來喔 再插入一個圖 那插入圖的話呢 其實大概有很多種方式啦 我是覺得比較簡單的直觀的 就是在上方有一個叫 樞紐分析表分析 它有附帶了一個叫 樞紐分析圖 所以你現在先找到這一個 Step 1 Step 2就是這一個 在這個裡面找一個叫做 折線圖就可以了 所以插入 假設我希望把這一個表格 繪製成一個折線圖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當然你按一下樞紐分析表的話呢 它會停在直條啦 可是直條也可以 但是我覺得直條還是沒有折線圖 來得更直觀 因為折線圖比較有那個連續性 如果你有時間跟數量兩個條件的話 我是建議用折線圖會相對的比較 感覺好像比較正確啦 那所以呢 我們就選擇折線圖之後 特別注意喔 折線圖喔 它又有分很多種 有一般的 還有呢 堆疊的有沒有 目前我們只有一個啦 所以不會有 除非你有兩個數據的話 它可以堆疊 那我是建議我比較習慣的是 我上面希望打點 所以裡面有一個叫 含有資料標記的折線圖有沒有 這個有打點 這個沒打點 OK 那我就選擇 含有資料標記的折線圖 按個確定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哇 馬上喔 剛剛看那個數據 其實真的沒有看圖來得更直覺 有沒有 我的結果我是希望 幫我把這個圖 放在D2跟M20好了 比如說我希望放到這個範圍 OK 假設D2到M20 好 這樣的話呢 馬上就贏不了了 有沒有 剛剛你看表 雖然也很清楚啦 可以理解 但是不若直接看圖來得直覺 有沒有 所以未來當然會希望說呢 在我們的 比如說右邊畫個圖 所以我希望你們將來其中報告 你找個題目 然後呢 自己去分析 那分析的結果呢 我就希望左邊也許就一個表 右邊也許就一個圖 當然後面我會講 你除了一個表可能太單調了 可能多個表吧 或者多個圖 都可以把它放在一起 這樣的話呢 當然你可以分析就更多樣性 不過這個我們慢慢來 我們先一個表一個圖 OK 好 那接下來這個圖 我們還可以做其他變化 順便順補充一下 因為之前有同學 他用的版本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版本 好像是Excel的2019的吧 那有的人版本不是2019的話 可能你會找不到 樞紐分析圖分析的這個功能 所以如果假設你沒有這個功能 也沒關係啦 你其實如果沒有樞紐分析的話 另外你可以在哪邊找到折線圖呢 你可以從插路裡面 這邊也有折線圖 有沒有發現 在插路的這個地方有沒有 也會看到有一個折線圖 你就選這一個不就好了 所以其實如果假設 因為之前有滿多同學說 我的版本跟你不一樣 我找不到這個功能怎麼辦 沒關係 如果你是舊的版本 一定也會找到折線圖 反正你第一個 游標先放在這一個表格裡面 這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 你可以從這邊 或者從這邊也可以 這邊也有 插路有沒有 這邊不是一個折線圖嗎 然後你就選這一個 結果不一樣 結果一模一樣 所以沒有版本的問題 剩下就是你要自己去把這個功能找到 找到之後的話 最後當然把它美化一下 還有哪些地方需要美化 首先有哪些是比較不合理的地方 大概有兩個地方 大概改三個地方 這個出來之後 我先把它放在這個範圍 第二到M20 大概這個範圍 再來這個名稱好像不OK 那這個好像有點多餘有沒有 這個可能要把它刪掉 這個改一下 有沒有 那這個名稱也把它改一下 所以產生圖表 圖之後的話 我們會希望再改這個名稱好了 名稱怎麼改 點它一下嘛 這個比較簡單 這個叫 給它取個名稱好了 叫 歷年切到折線圖 OK 好 打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把字稍微變動一下 那要怎麼改那個字 打完就記得點框框一下 然後常用裡面 我希望把它改成紅色的字 然後出題好了 另外的話字放大好了 放大到18好了 OK 大概是這樣 把它稍微改一下 讓它感覺比較符合 這一個圖的標題 所以這個上面就是標題字 標題的部分 OK 第一個完成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習慣把這個名稱順便Ctrl-C Ctrl-C做什麼 因為下方這個工作表1的名稱 我不太喜歡 為什麼 因為這個工作表1是什麼東西 我看不懂 所以我就直接把這個名稱 也複製一個 在下方點兩下 然後把它貼上就好了 所以這個名稱 跟上面的名稱 剛剛就一樣好了 這個兩邊是一樣的 把它複製下來 那這個名稱把它去掉 這個叫圖例 這個圖例的話就是要解釋 你這個圖 到底這個是 是表示是什麼意思啦 不過目前來說 這個圖例好像是多餘的 所以 最後的話 請你把這個圖例把它刪掉 刪掉很簡單啦 你點它按deleteer也可以 或者是說上方的加號有沒有 加號這邊呢 也會顯示出 你要不要的某些圖表上面的項目 OK 它其中這個東西叫圖例 所以圖例目前是打勾對不對 今天把它打勾取消就OK了 有沒有 這邊不是有個圖表 加號有沒有 然後圖表 項目其中圖例不要 打勾取消 OK 有沒有 它就不要了 其中的話呢 當然你說 那其他我可不可以再加其他的 你自己選擇 比如說這邊 什麼 坐標軸 坐標軸應該是這個軸的部分 那標題啦 這個標題我們不能不見 因為不見就變這樣 上面沒有標題了 有沒有 糟糕 它居然把我那個字去掉了 有沒有 所以你點一下 它居然不會恢復 它居然會給你產生一個新的 看能不能坎錯力恢復 坎錯力一下 可以還好 OK 如果不行的話 那就變成重檔 那其他的話呢 就是 這個我覺得還蠻可以的 資料標籤有沒有 如果你假設你希望這個圖 譬如 又能夠結合表裡面的數字的話 那更OK 因為為什麼 因為如果假設沒有加這個資料標籤的話 你變成你要自己用眼睛看 104年 它多高 接近700 可是正確的數字多少 我還要看這裡 所以如果你假設貼心一點的話 打個勾資料標籤就出現了 那其他的話 要不要加什麼什麼運算列表啦 誤差線啦有沒有 甚至是一般做回歸分析的話 會常會需要 繪製出一條趨勢線 這個趨勢到底是越來越 往好的方向呢 還是往壞的方向 那你其實有沒有 這邊不是有趨勢線 打勾一下 馬上可以知道 哦 治安呢 朝那個比較 越來越少 那其實就變好的趨勢去發展 有沒有 這個啊 你可以自己 可以把它加上去啦 不過我是覺得 我們剛開始就是陽春一點 大概這樣 這樣就OK了 其他的部分 你們可以自己再增加一下 OK 好 那很快 其實也沒做什麼事嘛 結果就大概知道了 所以你可以 從圖裡面可以看出什麼 104年之後到112年這一段期間 治安其實是有變好的趨勢 而且從那個變好的角度上來看 反而好像哪一個角度最 下滑的程度最多 好像這個等於是 這個104的第二年 他其實剛好就是那個前任市長 有沒有 前任市長上任之後 他是不是因為他 他的關係啦 當然你可以再去驗證 我只是很客觀的看到 因為 某個市長上任之後 他的那個 自然是有向下的趨勢喔 可是為什麼到111年 又回彈回來了 因為可能已經想要 因為他的工作可能快結束了吧 所以他要想說之後的工作 做其他準備 所以心思是不是沒有放在這 我不知道啦 可能這樣可以這樣推估喔 OK 所以你會發現 他的這個後面兩年 好像越來越變差了一點點 所以呢 你如果利用樞紐分析表跟樞紐分析圖 很快就可以得到一個我覺得相對於比較 要溢於這個判斷分析的一個結果啦 OK 那再來的話 待會請各位同樣的道理喔 如果我希望喔 給我第二個答案 什麼答案呢 第二個答案就是 哪一區的切到案件佔比 佔比就是數量 不是數量 是佔的比例 所以我需要是百分比 佔的百分比是最多的 告訴我一下 所以這個地方呢 我們需要有一個什麼 各區有沒有 那目前同樣的方式喔 如果呢 按照我剛剛講的 我需要用樞紐分析表來統計 那因為樞紐分析表 如果你要統計的那一個欄位不存在的話 那你是需要把它變出來的 所以按照同樣的道理嘛 第二個 各區嘛 那區有沒有這個欄位 你說老師 區沒有 但是有地點或者地址 OK 問題地址等於區嗎 當然不等於啊 所以喔 你需要做增加第二個欄位 第二個欄位 直接再區這一欄 直接加一個區算了 OK 所以呢 你就加一個區這個欄位 那區的欄位呢 目前看起來喔 它其實是可以從地點裡面摘出來 那位置的話呢 其實好像還蠻固定的 有沒有 它剛好前面三個就是台北市 後面三個字呢 剛好就是哪一區 嘿 所以喔 按照這樣的一個邏輯 我們可以插入函數 使用哪一個函數呢 前面講過嘛 如果左邊就是labs 右邊的話就是right 中間就mid 所以這個應該剛好是中間 所以我們用mid 然後文字就地址給它 哪一個字開始 因為中正區剛好 中的話在第四個字 所以第四個字開始 那要幾個字 還好區剛好都三個字 所以如果有的有兩 好像那個什麼 台中就不止三 都不是三 有的有兩個字 像北區 是不是 西區 中 好像有那種兩個字的 那 這個還好只有三個字 所以我們就取得三個字 按確定就OK了 把它向下填滿 這個時候的話我就會多一個區的欄位 那有區這個欄位可是問題 我要如何插入樞紐分析表之後 自動幫我產生一個結果 其實底下我們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就是一個佔比圖 類似像這樣一個佔比圖 有沒有 那當然 第一個 你是需要先統計出各區的數量 再把佔比圖給繪製出來 OK 那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先把這個部分完成 那這個還比較簡單 後面最難的一題 就是第三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如果你做得出來 那表示真的很厲害 路接道 為什麼 你說路接道有個很大的問題 廈門街嘛 大家未來當然會需要一個欄位 叫路接道 所以你也可以先做路接道 OK 路接 因為剛好它有接跟道 那當然如果還有別的名稱 你可以就是再加 那它的位置剛好就是在 它的位置實際上是不太規律 為什麼 因為你會發現 廈門街的前一個字可能是區 也有可能是里 還有可能是零 這麻煩了 有沒有 就像我們之前那個 什麼刮虎啊 前刮虎都固定的 有沒有 所以你知道前刮虎 那就知道前刮虎的下一個字 就是你要取的字的開頭 那第二個是幾個字有沒有 我們只要知道後刮虎的位置 有沒有 那就可以把後刮虎 減掉前刮再減一 不就可以知道那幾個字 就可以把它提取過來了嗎 OK 所以我們要想一個辦法 可以想一個公式 就可以解決出這個問題 如果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話 那就會是一個災難 為什麼 因為你把它砍作向下 它總共留幾筆呢 總共有三千八百 三千八百多筆 那如果假設 你的工作就是想要 做這個統計分析的結果的話 怎麼辦 那真是一個災難 當然我相信絕對有人 就這樣做的事 Ctrl C Ctrl V 點兩下 C Ctrl C Ctrl V 有沒有 三千多筆 你說要做多久 而且你做完之後 這個資料會更新的 如果你用更新的話 你可能真的是覺得 但是如果你把公式想出來 真的只要一秒鐘 因為公式輸入之後 點兩下 結果就OK了 當然我想 你寧可花時間在想公式怎麼做 應該會比較有一點成就感吧 不然每天都這樣做機器的動作 真的滿無聊的 好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先增加一個區 再想一下路接到 不過區我們後面會畫那個 蘇尼爾分析表跟蘇尼爾分析圖 OK 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看 我看著 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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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